有更完整的相关说明 除了说你可以找书本上面的知识之外 你可以按F1才跳出来 这也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 它这个也是按照英文排序 这边就是所有的韩式 实际上就是所有VBA的函数 你会发现很奇怪 它这边明明叫函数 上面又叫函数 它这边又叫函数 到底是函数还是函数 它其实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翻译名称没有统一 我觉得这很奇怪 这是很糟糕的作文 很错误的 但问题好像这样也不会被骂 而且骂也没用 它会听得到吗 OK 不知道 反正就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你想要知道全部的话 这边有盖棺 这里也可以点进去 然后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 OK 有这么多 这么多 它好像有分类 有数学类的 有没有 然后还有其他类别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这个有点像 就是一本官方的说明书吧 那当然不是说叫你 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个类似字典的东西 你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查一下 OK 如果真的是写得蛮烂的 是真的 OK 但你大概知道一下 他多看久了 你也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就是提供一个公明的讯息给你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刚刚的部分完成 那我们刚刚其实只有针对一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就是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把它做速度 那其实就是设三 那其实就是找前瓜阿虎的位置 把它存在A 把后瓜阿虎的位置存在B 然后再用力密的去做切割 可是公公会讲一下 如果今天假如说把储存格改成是B2的话 不是B3 是B2 那当然你就可能要改 改哪些地方 比如这边改成2 有没有 这边改成2 那还哪里改成2 等一下我们还没记住 如果放函数找不到瓜阿虎 它会出现那个仅Value的错误讯息 可是在E3 它如果找不到的话 找到它会跟你讲说第几个字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我跟各位讲一下 它找不到 那它这个里面就变成0了 也就是说有数字 那就是有找到位置 第几个字 但是如果找不到 它就回传是0 OK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那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赵大鹏后面没有瓜葫 假如我今天找赵大鹏 把它通通改成2 刚刚是3 拔改2 所以1 2 3 4个地方改成2 那如果你执行会怎么样 其实你们大概 先不要执行好了 用推理大概知道 如果这个字没有 所以它会A变到 A等于0 B也找不到 B也等于0 有没有 那如果A跟B等于0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到底要几个字 0等0等1 那边负1 负1的话呢 变成负1个字 有这种负1个字吗 所以如果假如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bug 什么bug 它跟你讲说 执行切断错误 你看不懂 什么程序呼叫 或引述不正确 当然这个讯息 请供参考 我是建议你直接按真错 以后 如果假设程式发生错误 不要紧张 因为其实bug 本身就是程式的一部分 你不可能说写程式的时候 不会发生bug 所以有bug很正常 但是你要怎么解bug 才是重点 所以以后看到错误不用担心 记得 如果发生错 按真错就知道了 真错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哪一行出错 为什么出错 它说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为什么执行这一行不OK呢 它出不过来 为什么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当你游标如果放在这上面 0 有没有 变数里面的值 都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公式选起来 然后游标再放上去 它会告诉你结果 0-0-1 负1 所以没有负1个字 那理论上 mid的 这个函数里面 就没有办法做结割了 那怎么办 其实这边 当然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避开 那当然在Essail里面 我们是用Effail 有没有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做什么处置 它其实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呢 假如 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我做什么处置 所以这个地方 有点像模拟Effail来做处理 那只是说在VBA里面 你必须要学会 所谓的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 那想说老师 我如果要加一个逻辑判断 怎么加 那是不是要把程式停下来 其实跟各位讲 你如果不停也没关系 像我的习惯 错误了 那我知道错误在哪里 因为A等于0 或B等于0 而且只要抓A等于0 应该理论上就够了 所以我可以在 错误的这上面 这一行上面 再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Eff 如果什么 空一格 如果假如A 我要执行下面 下面这一行 是什么情况下 才能执行 就是当A等于0 不能执行 一定要不等于0 的情况下 我才可以执行 不等于0 意思说 我又找到资料 意思说我又找到钱瓜 的情况下 才能执行下面这一行 所以 我如果要一个逻辑判断 A不等于0 不等于记得 在VBA的叙述 要写成这样 小于大于 等于是这样 等于比较简单 如果你不等于的话 就是小于大于 不等于0 的情况下 空一格 有点像一个叙述 然后才能做下来的事情 一般的话 会在 这个 If 底下会一样 会有一个N等于 有点像一个Dub 会有N等于Dub 一样 意思就是说 看什么情况下 一般习惯一样按个Tab 就是 这个叙述是在 上面那个 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 才去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再把A不等于0 把它选起来 然后看一下True跟False False的话 那意思就是 不能进去 所以 如果你要解这个Bug 还有一个方法 程式可以停掉 重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把这个程式倒车 我觉得VPA的除错环境 这一点还蛮OK 就是如果程式已经跑到这里错 你可以加个程式 然后把这一行往上搬 往上搬的意思就是说 让它倒车一行 你跳回去 到刚刚我家的逻辑 再跑一次看看 因为我这边多了一个闸门 这个闸门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做底下切割的状况 一定要 钱瓜阿虎是有的状况下 不等于0 不等于0就是有钱瓜阿虎 OK 如果有钱瓜阿虎的状况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看一下 这个图那个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到底怎么样 因为这个结果是false 有点像一个闸门 就像你去搭这个捷律一样 你有刷卡 闸门才打开 没刷卡就不会打开 一样道理 这个没有 有点像没有刷卡 那没有刷卡会不会过 不会吧 所以如果你要再让它跳下一行 我是建议你可以 快学一个方法 就是说主行 有没有F8 F8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如果你假设按这个执行 它从而跑到尾 太快了 如果你想要慢慢跑 一行一行跑的话 你可以按F8 所以我将它跳下一行 F8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就没有怎么样 没有跑到下面这一行 而是直接跳过 为什么跳过 因为它是false OK 如果它会true 那就会直行 所以我们假设 已经写完这个之后 下来我可以再写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 跟刚刚我们写过的一样 外面先在这个shop的 按个enter 第一行就要按enter 然后我跟他讲说 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做什么呢 enter两项 打一个net 我的习惯先打回圈范围 打完之后 再把中间的这几行 五行程式 搬到这里面来 然后把它按的 填起来 五行按tab键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会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帮我跑这一段程式 接下来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改成i 这个规则跟前面都一样 这个都不改 然后这边改成i 那后面呢 后面也改成 所以其实这边不需要像那个输出公式 一定要把一个变两个用 因为这里面只要改i就可以了 好 改完之后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基本上写完了 OK 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发现 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 如果空的 它里面就空的 有资料呢 有几个字就有几个字 而不会说像刚刚输出公式 它就是输出一串公式 那再浪费空间 第一个 第二个执行效率 也没有这个好 所以理论上 比较标准的VBA 应该写成这样子 写成上面有点像是 自暂时权宜之气 我反正我是想 把我之前的公式丢进来而已 但如果你要写一个 比较标准的VBA 那应该要写成这样子 好 把重点跟各位再复习一下 刚刚的话 感触力一下 OK 因为这一段可能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点 如果你这一段OK的话 那以后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 刚刚的话 城市会做这一行 有没有 那所以我是在外面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有点像一个闸门 这个闸门就避免错误的一个闸门 OK 所以以后 城市里面会经常 看到类似的叙述 如果 OK 如果什么情况下 那如果它有 它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是说 它有刮符 因为如果等于零就是没有刮符 不等于不等于一定要是这样的叙述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它如果不是零的状况下 它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样理论上就可以执行 那你再来就加什么 加一个回圈 记得在上面把回圈再加一下 应该还记得吧 回圈的话其实就是 所以回圈将来可能就是 自己把它熟练一下 这个应该也 没别的 没别的 就是for i 等于 多少到多少 enter两下打个 next 那你多打个几次 然后把这个再把它拖拉进来 然后按着 tab 线 然后把 转框有四个2 通通改成 i 让它可以改变 那这样它就不只输出第二列 而是输出 第二到第十列 它这样的话呢 这个上就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猜猜看了 这个就做一个 轻除一下 这样比较 那最后这个也可以把它变一个暗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拿这个来复制 好 复制贴上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按右键 重新指定 那个叫做刮户自串 没有底线公式 然后呢 一样把这个名称复制 然后改一下 OK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最大差别是这个 里面是公式 这个的话呢 什么都没有 OK 那当然呢 速度效率比较快 因为现在这个翻例 资料量太少了 你们将来可以找一个 相较比较庞大的资料 就会有感 OK 试试看 那 最后记得 这个档 你如果存档的话记得 按储存 你不要直接按4 4的话就完蛋了 因为4 它就会存在XLSX 它就没有办法把VBA存进 记得按4 如果你按存档 或者你用另存心档 也可以4 然后记得 浏览的时候找一个 你用聚集的活跃部 这个一定要 团队 这个档案形式 不然的话 你之前写的VBA 跟你录的聚集 就完全完全的消失 而且 就不回来了 OK 因为之前同学 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老师 我说 你为什么交东西里面 没有程式 存错档 那怎么办 没办法 OK 所以这一点 请各位务必要稍微特别小心 要不就是你直接存档 要不你用另存心档 另存心档浏览一下 然后一样 使用聚集活跃部 反正以后 你只要有写VBA或录制聚集 一定要存这个格式 如果你这个类型 你存档类型存错的话 那就救不回来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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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